一寸光阴一寸金 寸金难买寸光阴 也许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吧 当你读书毕业刚走上社会 父母就规划着为你找份稳定的工作 帮你安排好职业和人生道路 希望你能过上安稳的生活 可是这个行业和职位都不是你一起 换的一段时间后你发现 你丧失了目标 也感受不到职业中的快乐 但你又不具备离开和转变的能力 这时你被卡在了原地 又不得不付出时间和快乐 去完成眼下的工作 这样求而不得 以致让你感到痛苦 由于这份工作所占用你的时间 我们称之为生存应寸间 正如五种时间这本书的名称一样 让我们现在介绍一下 在日常中所从事的事物 都可以分为五种时间 分别是生存时间 赚钱时间 好看时间 好玩时间和心流时间 五种时 兼首先是一种全新的时间分类法 它把生命中需要和可能从事的事物分为五种 可以快速有效地帮助你辨认 眼下所从事的事情究竟属于哪种时间 以及会给你带来怎样的影响和结果 五种时间能够清晰地告诉你 表面上相同的形 会对应到每个不同的人身上 完全可能分属在不同的时间之中 它可以给你崭新的角度 去思考时间的分配和选择 最重要的是 五种时间 可以用花园模型展示出每一种人生 都是按不同需求排列组合 看后的结果 你选择何种花园模型 你就会获得何种人生 同样 你想获得何种人生 你就需要搭建什么样的花园模型 现在我们首先讨论一下 什么是生存时间 平时我们吃饭睡眠是生存时间 但五种时间体系对生存时间的定义是 大多数人在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里 因为自身能力不足和外部条件的限制 无法做到主动选择而被动处于的时间分布 如何判断自己处于生存时间呢 当你感到选择受限 充满挣扎或煎熬 所做事情没能进入正向循环 也暂时 无力改变 整个过程被他人选择和推动 有傀儡感 经历漫长的等待 方向模糊 常有时间被充滞的感觉而非充实感 那么这大概就是你正处于生存时间了 五种时间的作者王霄在书中写道 当他觉知自己正处于生存时 兼 首要的任务就是应对情绪 并觉知自己当下的位置 完成他律任务 便被动为主动 在这里要明确一个概念 自律的反方向不是懒惰 而是他律 生存时间 就是典型的他律时间 那么让我们正视他律时间 高效完成任务 便被动生存为主动生存 如何缩短被动时间呢 现在我们来谈谈清单法 运用清单法 首先要减轻焦虑 并专注当下 摆脱他律 总览全局 拆解目标 设定里程备 开列清单 确定优先级 并高效完成任务 让自己通过 主动生存突破和逾越生存时间 进入下一个赛点 当我们仔细地观察和研究这个世界 看看到底什么群体经常处于主动生存时间中 且总能够一直坚定的克服 我们发现在和平年代的职业运动员 就是这么优秀的一个群体 身为运动员 当他们选择了某项活动 就是选择了每一天生活在主动生存时间之中 运动员的特点是了解自己 包括自己的天赋 身体素质和在专业领域所处的位置 并找到一个好的教练 榜样 指导者 因为学习和进阶 的捷径就是需要有领路人 学习是数不清的模仿与指点 运动员还要有艰苦卓绝的训练计划 什么叫艰苦卓绝的训练计划呢 以大家熟知的拥有雕塑般身材的C罗为例 为了确保脂肪水平低于10% 每日除了高强度的短跑训练 提高控球技巧的技术训练 与队友进行更好的交流或沟通的战术练习 他还在健身房训练特定肌肉的发展 以及增加全身力量 除了一周五练的魔鬼式训练安排 C罗常年保持每天八小时的睡眠 并且严格按 照每周食谱规划自己的一日三餐 这就是全球顶级的运动员 他在他的专业领域中超越了绝大多数人 爬升到了生存时间的顶端 这套生存时间中的运动员密码 在2019年 被整理到了趁早文创 为中国女排制作的运 动员生存手册中 得到了郎平 艾康指导的认同 同时他为手册撰写了前言 郎平指导还给出了中国女排的训练 日程来作为见苦卓绝的训练的时政 在2018年为备战亚运会 我们的中国女排开始进行封闭时间 苦卓绝的训练 于当年8月的亚洲赛场上 8场比赛一局未失 时隔8年重夺亚运会冠军 因此当你希望借助外力获得改变时 需要充分调研这个外力 是否会带来更优的秩序 因此只要投入适当的时间 专注和坚持 能退能见识 选择进 选择进 就像运动员那样选择了前进的比赛 就意味着为自己的速度和能力建立新的秩序 生存时间是暂时的 每个阶段都会过去 更重要的是 后面还有没有